看我在哪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我今天是走路从市中心到大使馆 四点几公里 但是我非常激动 因为我昨天晚上再次刷APP的时候 居然这显示的带领证 激动坏了 今天我肯定是能拿到我的新护照 现在已经是到这边了 我先进去 拿着我的救护照 走 这么多人 就这个 昨天晚上查的 带领证 排了半天 排错了 A是办证 C是取证 前边还有十几个人 到我了 你好 拿护照 在哪里交钱呢 在这交钱 好 旁边就可以刷卡 也可以用微信支付 非常方便 OK 刷了 各十百千万 三十三万八千二的老币 你好 我的新护照 对对吧 极先突如的 这就是我现在的两本护照 一本老的 一本新的 这老护照呢 已经被注销了 剪脚了 这个脚还可以留给我们了 留作纪念了 谢谢你啊 陪我这么久 哎呀 拿到新护照 哇 真的很舒服 心情非常的愉悦 打算还是走路回去吧 4.6公里来 4.6公里回去 今天走个小十公里 对我来说很轻松的 因为本人 就是靠腿上功夫 嗯 左边世界的 骑车只是偶尔为之 开车呢 只是偶尔偶尔为之 走路啊 走路啊 我去速度比较快啊 再出点汗 身体也舒服一点 两本护照啊 都在我手上 新护照的照片呢 就是我上传的那个照片 感觉还不错 好了 我呢也是第一次在国外啊 换护照 所以呢 可以现在有资格了啊 讲一下这个 前后的一个顺序 流程 首先呢 大家到国外来旅行啊 就是下一个 中国领事这个APP 就是可以办 几乎是办所有的 关于你的国外的一些证件呢 七八糟的 旅行证啊 更换护照啊 什么的 就这个APP啊 就这个APP 前面给大家讲过了啊 我呢是 嗯 4月29号 我提出的申请就是 我需要更换一个新的护照 是吧 然后呢 那你就可以选择 就选 你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大使馆 是不是 或者领事馆 你选好了 选好以后呢 它会让你提交一点材料 这材料很简单的 这上面都有模板 就是它会 我是提交的这些东西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下载了一个这个 国籍状况声明书 首先呢你要声明你的国籍 是中国国籍 然后呢 指纹采集特殊情况被案表 还有一个知情同意书 就是电子普通护照中的指纹信息 需申请人亲自到中国驻外使领馆留存 但是由于疫情原因作为临时措施 暂不采集申请人指纹 无指纹信息的护照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呢 在中国边检入境时无法自助通关 需走人工通道 就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它让你填的时候呢 很简单 就签个字 你自己在网上下下来 或者是呢 就我就比较简单了 我这一节的图 然后呢找了一个那个酒店前台 让他帮我打印一下 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把这个资料都提交以后 它会有一个两个工作日的审核 它审核可能看你的资料 或者签字什么的 如果都没什么问题的话 他就说审核通过 然后让你来预约这个视频的这个时间 就是它有个视频认证 你就可以预约 看哪一天你合适 或者是他那个时段合适 还有空位 也预约好 预约好以后呢 就是我是在4月8号的时候 视频认证的 就他就问几个问题很简单啊 到了那个时间呢 你首先你的WiFi网络要好 然后呢等着就在那个大厅排队 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视频大厅嘛 你进去排队嘛 然后有几个窗口在办事啊 前面有几个人啊 你都能知道 轮到你的时候呢 那就是工作人员啊 打了一个视频电话过来 你呢点接一下 然后就这样坐在这儿 他就会说 呃你是谁 我是黎自民是吧 你要做什么呢 我说是换护照新护照 他就问呃你在哪里啊 我说我在 当时我是在老挝的巴塞 他说好的好的 然后就说 那你这样子站着啊 就是雷随就是别乱动 呵呵 就找个像 呵呵 就这样子证明一下本人 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 我一个这个叫做 呃 档案编号一样的 反正就是当时 你去这个大使馆取这个护照啊 就要那一个编号 一个号码 因为你的那个护照上面就有这个 就是他制作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 就类似于说 嗯 一个号码 然后你 使馆的工作人员会问你啊 这个号码是多少啊 你一说号码 然后他就顺着那个号码去找 就从那一堆护照里拿出来了 这就是你的护照了 是吧 如果说啊 你没有亲自就是去使馆去领护照 你没有时间 是不是啊 你委托朋友去 就拿着你的救护照也可以 知道吧 只要他 知道那个号码 就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人家要看一下 当时那个号码啊 给你了 以后你要记住 就这个意思啊 好了 这就是我的新护照啊 攒新的 大家一样都没盖啊 明天开始 环球旅行继续 好 现在呢 跟大家 回顾一下我的这个老护照 可能很多朋友都想看一下 到底是贴了多少签证 这两本护照 加起来啊 我肯定能走一百多个国家 因为我这个老护照 已经走了四十六个国家了 新护照放在一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老护照的签证啊 可能朋友好奇嘛 是不是 这是我的信息印啊 信息印 出身地是四川 签发地是四川 现在新护照 签发地写成了老窝 呵呵 你看已经是给助校章了 还捡脚了 这个脚留着的 没扔 留作纪念 好了 现在来看一下啊 西非的塞内加尔 这是塞内加尔的贴纸签 看到了吗 他这边还贴了几张邮票呀 五千 这是西非法郎 这签证还是蛮有特色的啊 这个呢 就是埃及的 埃及的 埃及的这个落地签 有没有 二十五美元 埃及的 这边有一些签证 说实话 我都快要忘了 忘了忘了在哪了 看这个就比较有意义了 看这儿 中国边界 China 2019 10月08 就是10月8号 我从这个新疆的伊尔克斯坦口岸出来的 这是当时给我盖的账字 哎呀 这 一千四百多天了 我还没回去呢 这边护照都用完了 看这边 土库曼斯坦 这个国家在中亚非常神秘啊 就是去的人 不多 不能用不多来形容 是很少 很少有人能去这个国家 我呢有两张 一张五十美元 两张花了一百美元 就为什么我有两张土库曼斯坦的贴纸钱呢 可能有些老粉丝知道 到时候给留个言 告诉一下大家 我是为什么有两张的 这是阿联酋的 这也是阿联酋 我阿联酋 穿腾了好多趟啊 迪拜 看这个 这是毛里塔尼亚的 这是毛里塔尼亚的贴纸签 这是我在摩洛哥的拉巴特 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省 申请的毛里塔尼亚的贴纸签 这边都是一些土耳其的一些入境 离境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比较有意思啊 这一张签证三个国家啊 看到没有 东非旅游签证 看到没有东非 这签证啊也是很有意思 你提前申请 然后拿着申请以后 现场他到那个到了那个口岸以后 他给你贴一个 好手写 这哪三个国家呢 肯尼亚 乌干达 罗旺达 就这三个国家 就是可以使用这一个签证 如今就好了 可以玩 好像是玩三个月吧 具体我有点都忘了 反正就是这三个月时间足够了 好吧 你可以玩 好 然后这个呢 是看到没有 呃 金巴布尾 看到这是金巴布尾的贴纸签 金巴布尾 然后这边有些是啥 说实话一眼望去 我都快不认识 这都是一些入境章 这个土耳其的土耳其窜窜了太多烫了 浪费了好多这个签证印 看这个 伊拉克 看到没有 伊拉克 这是伊拉克的这个贴纸签 看到没有 伊拉克 他这个手写的 你也看不懂啊 这个除了这个黎子敏 其他的你都看不懂 都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的 这个是哪 这是这是泰国 这是泰国 这是泰国的一个入境章 这是泰国的 这个很有意思 这是约旦的 约旦 这个有点意思吧 是吧 他给你 你以后交钱以后 他给你给两张像邮票一样的 然后还给你拿一张那个胶布 这样子粘住 然后再再盖个章子 然后写一下 这约旦的 这约旦 这是哪 一眼望不到啊 这是我俄罗斯的签证 但是没去 没去 没成功去 那么 这是哪的 等于这看不出来的 感觉 是不是马来西亚是哪 嗯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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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哪的 我感觉有的时候 我感觉 这是马来西亚 这是马来西亚 这马来西亚的 这马来西亚的 只要站地方小就好 不要说是 站地方太大 站地方太大 你真的是老虎呀 这是 瓦努阿图 瓦努阿图的 这个 落地签 看没有 瓦努阿图的签证 这个是东地问 东地问 看没有 东地问的 这个 没什么特点 但是好处就是 他站一样以后 离进章和入进章 都在这个上面盖着 他还会盖齐分 有没有 这是新西兰的入进章 这个是 这个是 我看一下 老窝的 我在想在这哪 老窝 老窝 他这个贴纸签 真的是搞笑 他贴了纸 浪费你一张 他这个入进章 他还不在贴纸上盖 他要在这盖 这两张就浪费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后这是一些其他的 好了 看这 这这场是中亚的 你看中亚的一些国家的 好了 这个视频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用拍视频的方式 记录了我环球旅行的过程 也记录了一个人 用完一本护照的过程 这那是我的过去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1400多天 这那就是我的未来 紧接着呢 就是使用第二本护照 继续环球旅行 这两本护照肯定能走 100多个国家吧 应该问题不太大 因为但凡给我一个生根签证 我一下刷刷刷的就到七八十个国家 然后再随便溜达溜达就100多个了 以后就是110,120,130问题了 好了 我这个是属于记录片形式 就是指在于记录我旅行的过程 就是分享我的旅行 然后有的时候会教一些大家如何环球旅行 如何省钱 如何防止对坑 然后就是一些体验 也是我一个成长的过程 就是这几年我学了不少知识 一直在成长 是不是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继续的支持我吧 因为我本人呢 贼能浪 然后我觉得这个环球旅行 就是能一口气坚持将近四年啊 就1400多天 这样的人应该不是很多 那么再加上如果说我一直在发视频 也没有断根 那这样的人应该更少了 是吧 我反正就做我自己就好了 是吧 因为我觉得环球旅行呢 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那么可能都是有时候真的挺苦一点啊 但是我觉得吧 年轻的时候啊 我多闯一闯 多去看一看 然后把这个世界真的是走个七七八八 等到有一天呢 我想的哎呀我要结婚了 是不是 然后我要做点事业 什么的 到时候以后再说 那么目前为止 现阶段我还是想的 趁着我年轻 然后再加上一个人 那么全家真的是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这个状态 我就多走一走 然后让自己更成长 因为我可能每年大家都知道 我每年都要给自己安排点 学习点新东西 新技能 新的领域 就这样子了 好了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吧 就这样子了 拜拜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谢谢大家